柯文哲案看得出來 現在似乎偵查不公開淪為了笑話 那麼謝龍介就批評 等於是全民一起在辦案 如果民進黨一起加入 就是黨撿媒一體 就算是18同仁 恐怕也撐不住 更多內容 來看今天的國會大現場 國會大現場讓專業的來講 今天邀請到的是立委 謝龍介委員早安 然後希望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是 委員早 今天大家還是關注的一個 就是說柯文哲的這個案子 不過現在這個案子 因為第一個當然是 因為柯文哲現在被壓起來 第二個繼續偵查不公開 所以說檢方能夠透露訊息也很少 可是現在在媒體上幾乎天天 也不能說到天天 至少昨天跟今天 都有一些訊息不斷的跑出來 現在大家就在懷疑 是不是有所謂黨撿媒一體 一起來辦這個案 要詢述一個社會上的一個氛圍 這 應該是天天沒有錯 所以 閩南話有一句話說 人死他沒人在 所以這個小時有 下個小時不一定有 但是今天有 明天有 後天每天都會有 實在是人死沒人力 如果黨撿媒一體 要摧毀任何一個人 那種力量是龐大 是你無法想像的 我們但願不是這樣 可是從各種跡象看來 顯然又是有跡可循 如果真的是執政者把司法當成工具 那司法又願意被人家當工具來死 然後再配上媒體的推破阻攔 我告訴你 像你這樣身體這麼好 是 鐵趴的身體 就不會負責讓他們接磨三天 那黨撿媒集合在一起 那威力之強大 就是讓你少林寺的十八年人出來 如果沒辦法 賺不了 那因為這種諸星論 他就是每天這樣推 推一波 然後跟你講得有腳有手 有手又有腳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什麼數字 然後怎麼樣 然後應該是從什麼 還有犒賞名單 還有激勵名單 都是沒有辦法得到 辦案單位的證實 他也不敢證實 我認為臺灣如果說真的民主要進步 那必須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 那如果沒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礎 那大家每天都在辦案 現在是全民都在辦案 那有時候我們連很多相信 當事人的朋友 我聽到了都跟我講 農先生我覺得是不是真的有 這真的會動搖 連你自己身邊的人的信心 都會被動搖 所以我們認為臺灣是無罪推定 那最重要就是說當有權力的人 他要拿司法當工具來鬥爭你 或是鬥爭在野黨 我希望民進黨的好朋友 不要劍列心息 因為他會鬥爭我們在野黨 將來你只要沒有跟他同一個派系 他也一樣會鬥爭你 縱然你跟他同一個派系 但是你跟他意見不合 他也依然會鬥爭你 所以這是非常要不得的 這是一個獨裁極權的國家 才會把司法當成鬥爭其他人的一個工具 我希望我們臺灣能夠在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進步 而不是越走越倒退 不過委員您怎麼看 因為現在就是所謂黨檢媒一提 他就在講說是不是有檢調來洩漏的訊息 這件事情 現在北檢說他們要來偵辦 你覺得查得出來嗎 因為有些人說你北檢查北檢 現在是在開玩笑 北檢也曾經查過北檢 每個地檢署裡面 我跟你講都會有害群之馬 所以過去也曾經查過 但是以慣例來講 像這種泄密案幾乎查一百件 查不到一件 就是說有一些 當然我們知道辦案也會必須要用一些手段 可是當在灰色模糊地帶已經混淆不清了 那變成有的甚至媒體都會大喇喇的說 這是我養的線 聽起來就覺得真的是不是民主的自信 了解 那現在因為這個消息就是說 所謂消息有時候會從媒體這邊出來 那現在還是有一些 還有可能是假的訊息 像前一天這個桃園市議員余北成 他就自稱說接獲了一個爆料 是民眾黨的前黨工 他說他看過在修電腦的時候 曾經看過所謂小省1500 結果他們還把那個人給找出來 說是這個姓張的 結果那個姓張的人在國外 他馬上錄了影片說不是我不是我 現在是不是有可能除此之外 還有人想要帶一些風向 那聽說這新聞是下架了 這個就是北成兄 基本上他是受過嚴謹的軍事信念 我也認識他 那我想在這種查證的過程當中 應該要更謹慎 他不經意的上了車 然後報導的媒體也跟著他上車 這就是變成一個亂象嘛 你看嘛 那你媒體有意無意 有的是真的是人家刻意放消息給你 有的是你也積極在找題材 然後要積極上車 那上錯了車 那還好你還要進到一個媒體的底線 向當事人求證 那當當事人否認以後 你在急衝衝的下車 這就是整個亂象之一嘛 那贖令自知 就不是 就是你執政者 沒有人在指揮這一個 沒有人在約束這一塊 我想議會立院已經開始了 我應該也會向法務部長討教一下 就是說這種亂象是不是在你任內 可以把它導正 辦案不是不能夠透露適度的訊息 所以來當成你偵辦的一些證據取得 因為各位不要忘了 檢方跟律師 當事人這邊是平等的 在法院來講 你們是平等的 那各用各的這個能量資源跟招數 一個是要辯護爭取他的清白 一個是要證明對方有罪 那法官是一個裁判者 所以應該要在 同等的條件下 如果媒體 假如今天媒體全部傾向 在站在當事人這一邊 然後給北檢極大的壓力 這個案子很快就會收手 你看當時的民進黨的鄭文燦的案子 為什麼會拖了七八年沒有辦 那過去還有很多十年的案子 最近才辦 為什麼 那過去那八年是誰在掩護 過去那八年是站在當事人 我覺得他是我自己人 我就站在這邊吹風 吹了風向往這邊 那檢調就變成不敢不敢辦 會有所忌憚 那今天反過來 好像風向不是往那邊吹 是吹到這邊來 檢調就一直辦 這個不是臺灣的常態 也不應該成為臺灣的常態 因為這次的案子 試涉到這個在野黨的主席 所以說全國關注度很高 或許就是說不論是北檢 或北院適度的公開一下 進度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壓 為什麼不壓 也許未嘗不是一個好方法 他就是怕被人家說 他偵察不公開 所以他不願意適度的釋放出來 然後透過媒體 那這種媒體也甘以被他應用 然後再加上兩分四十 五分預測 三分碰到這個旁邊的人推波住了 那就報的十分百分之百的報導 還有百分之兩百的 這個就變成是一個亂象了 是 這也是我們希望說 未來你們快要開議了 然後可以跟部長這邊 好好來演繹說 這種東西下次不要再到處的 假訊息滿天飛 很難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國會大現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走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 我會把你包的外界 都放在那邊 我會做到海洋迷糕 今天是要看 很難的 是 我會做到海洋迷糕 我會做到海洋迷糕 天天空